周末 台美艺术协会在洛杉矶强务中心 举办的艺术画展展出近百幅作品 包括雕刻 书法 以及油画 水彩画与工笔画等画作 从小开始学画 毕业于美术专业学校的会长郭小瑜 这次带来了他的风景画作品 我很喜欢户外活动 旅行 因此每次出门的时候 我都会在户外的时候去拍一些照 然后将这些美丽的风景 帮他用画作的方式将它保留下来 我选这幅画是因为我在当时 有一些心态上的调整 然后还有因为事情 人生进入下一个阶段迈进 因此我觉得在用色上 我会用比较鲜明的颜色去使用它 特意从台湾赶回来 参加画展的会员薛川流 则带来四幅作品 这幅他花费八个小时完成的画作玉山 描绘的是台湾冬天的黄昏 他指出玉山是台湾最高峰 也是台湾的象征之一 这幅画里面藏了几个很猫腻的东西 这里面如果你仔细看 它有老人 有几个老人 还有象 一只大象 象有鼻子有眼睛 还有这个狼 还有大盆鸟 如果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 但是这幅画象征的意义是说 你看我好像是很柔 但是我台湾不是好欺负 成立于1994年的台美艺术协会 通过画作展览 他们希望促进会员的创作动力 并藉由与众人分享互相促进提高 新唐人记者杨阳 李珍奇 洛杉矶采访报导